我這次是用高雄的一個椅子 它是陶寫文化 然後因為我看到陶寫文化一些 像是圖片啊 文字 因為我不可能是生活在那個時期的人 所以就是靠幻想去做出 這一系列的一些服裝 然後像細節就是用一些 備種的東西 石器的東西 去做它的細節連接這樣子 然後我用那個他們的生活視角 去做了服裝的一些 像是扭轉啊 編織 堆積 這些細節手法去做 層次 因為我用移植這個概念去做 所以我就發想到人類足跡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就用廢棄的鞋 鞋面 去做一些細節的處理好 對 還有鞋面 那個是廢棄的嗎 對 我去那個工廠拿就是福利品 哇 好棒喔 我想說 這一東西你都丟掉 你幹嘛不給我 鞋子的那一面嘛 鞋帶那一面嘛 對 然後我就把它去 正面 裁掉 像它這個帽子上面就是有用鞋底 蛤 帽子是鞋底 對 就是直接帶個鞋子在上面 太苦了 然後做得很像 譬如說很像祭司的帽子 對 它可能很像古代的花盆底鞋 因為我就是要給人家去做一些想像的空間 有時候一個設計師出社會 就會被很多所謂的市場性 甚至是會不會賣錢所限制 然後就會扼殺很多天馬乾坤的想像 沒錯 對 我覺得這一塊是我不想要去走的 雖然現在也有一點 但很硬喔 對 很硬 對 但是我覺得台灣 不管是在做什麼事就是 就是一起在台灣努力 它應該要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對 雖然它可能不是說 需要賺到很多錢 或者是 就是我覺得它應該是要解決 生活上很多不一樣的問題 甚至是你的虛榮心 對 它就會是你 屬於自己的隆重吧 對 這是我對時尚的定義 就是什麼都去嘗試 或者是什麼都去組裝 什麼都去萃取 但最後這些東西都要是屬於 你自己的樣子 而不是是誰的影子 這樣子 對 做得真好 資深的背後就是我已經在工作了 然後就是那一陣子就是 在寫論文啊 在拍廣告的案子啊 然後還要開會 你已經自己在接案子了 對啊 然後開會 試裝 很忙耶 對 然後就有一天 我們老師就突然說 欸 為什麼你要不要參加比賽 那你當時不想參加 對 我有 因為太忙了 因為都已經 就是四五點沒有辦法 交頭爛額了對不對 對 四五點沒辦法睡覺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比賽 然後就想說 又是高雄第一季 對 對 因為其實我參加過很多比賽 要嘛是國外 要嘛在台灣就是在北部 對 很少在高雄 沒錯 有一個這樣的比賽 或者是一個秀 對啊 對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第一季 那我就來參加一下 衣服都做出來 像很多我覺得這是 現在學生該去思考 很多像是學校作業做出來的衣服 那為什麼他們不能去 有後續的一些發想 沒錯 這就是其實永續發展 被看見嘛 對 就是延長服裝壽命 對啊 所以我就是把 欸 學校做出來的東西 都丟出去比賽 然後比賽之後 它是不是可以又再分解 然後重新組裝再去比賽 或者是一些什麼樣的 合作的一個 就是 機會啊 對 機會 對 這個你剛剛 延長服裝壽命 比賽也是一種方法 對 這概念很好 因為有的同學不想被評比啊 我覺得評比是一個 雖然是見仁見智的事情 對 然後我覺得應該是要更注重自己 服裝可以帶給觀賞者什麼樣的啟發 對 因為如果這件作品不能給人家寧思的話 它其實就是個空殼 對 然後評比這件事情是一個 怎麼講 反正人跟人之間都是會有分數的那個 對 但是我覺得重點只要放對 然後做好自己的事情 對 就不怕 不要害怕 對啊 當然你知道有時候我們看到 這個台上這個參賽者很緊張的時候 我們這些做評審也是很害怕 怕講錯話這樣 傷了人家自尊 從以前歌唱比賽 一路到現在 真的很多人會記一輩子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不經意講出了一句話 記很久耶 我那時候是想說 比賽的時候我就直接就是 放輕鬆好了 就是有得這樣沒辦法沒關係 所以我那時候在上台 我就還滿自在就是回答很多 是 是 是這樣很好啊 對